好,我們今天來到Melbourne Uni 我要帶Bunny E和Kitty E 回去我母校走個圈 這裡是媽本城B家 我們來到Gretton Street Gretton Street上面有很多個Melbourne Uni的入口 其實你哪一個入口都可以進入 就是我們的正門 Melbourne Uni的正門 其實是Gate 10 這是一個打卡位置 人人來這裡 第一件事做什麼 就是去這裡拍張照 來到Melbourne Uni 連學校的Catalog 封面都是這張照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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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忙要買一些紀念品 如果來到Melbourne Uni 想紀念你們到此一遊 你可以買一件寫著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衛衣 的水壺 這裡有幾條路 這裡直上去就是 South Lawn 這裡轉了有條捷徑 我們是去Baleu Library的 我們先上去South Lawn South Lawn有什麼功用呢 就是給我們吃飯 給我們坐在草地上 懶絲衣 同時 South Lawn有一個很大的功用就是 其實上當日我們每個畢業 都一定會來South Lawn拍照 你就會跟朋友說 喂!畢業你之後在South Lawn等 在那裏拍照 因為Melbourne Uni的畢業禮 只可以有兩個人 他給你兩張票 你可以兩個家屬進去 你的朋友是不能進去 但是又要跟你拍畢業照 那怎麼辦呢 通常是South Lawn 或者Viu Sun Hall 外面等 現在Melbourne Uni的畢業禮已經轉了 去了Melbourne Museum 去了REB那邊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回來South Lawn 不過South Lawn對於我們這班老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們所有的畢業所 都在South Lawn拍照 那Melbourne Uni的另一個很標準的位置 就是這個中樓位 很多人都會在中樓下拍照 其實這個中樓位處 是在以前的Art Building 這類型我們叫做Old Art 但現在已經不是Art 我們去到Baleu Library 是很難讀的 其實這個名字 對於我來說 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們回香港人 叫它Liu Bay Library 或者Baleu Library 大家都明白什麼意思吧 這個就是Baleu Library 這個是Melbourne Uni的總的Library 你看到其實它很大間的 很長的 但它絕對不是Melbourne Uni唯一的Library 這個是我們所有教育的人都會來的 它比較普遍 它什麼都會有的 但如果你說很特別 某一些科目 例如Education 有些Special Needs的Journal 或者Special Needs的Equipment 那你是要去Education那邊的Library 所以Baleu只是我們一個很普遍的Library 那我們就走了 這條路就叫Professor's Walk 為什麼叫Professor Walk 就是因為其實在盡頭那裡 一會兒去到就是一個Professor Cafe 或者以前是餐廳 真的是Professor才可以去的 我們經過都不能去的 你只會看到Professor在裡面吃飯 所以對於這條路就是Professor's Walk 眼前如果是我的舊同學 你們看到這條片 你們是不是打了個凸 What's this 我們的Commerce Building沒有了 這東西現在是Faculty of Art 很美麗 很藝術 很藝術 我們就去前一點 中樓 剛才的另一邊的O Arts Building 為什麼我說可能過不了 因為平時我是逛逛 在那個建築裡面 過來回Commerce Building 如果沒有了門 出不了就可能過不了 這個O Arts Building 如果你走進去 你還會聽到一些 嘔嘔嘔嘔的聲音 如果他們上樓的時候 是絕對的 嘔嘔嘔 嘔嘔 也蠻厲害的 這段Bable Building 以前我們Commerce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些科 因為太多人 我們的學科太多人 我們有些課堂都會在Bable Building上 我不知道現在 它的Purpose 是不是都是這樣 還是它已經 給了一個Faculty 我就不清楚了 我們和大家一起去 Professor Walk 盡頭的餐廳 Baba剛才就在Bable Building上看 嘔嘔 現在Bable Building 是Faculty Language and Increasing 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講過盡頭的 只是Professor去的 你看看 它是University House Private Cups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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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我上學的時候 我會看到Professor在裡面 吃飯 這樣 不是我們一般人進去的 就在這裡 好 嘩 我們來到 走了後面 Melbourne Uni的Union House 我會帶你們去前面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後面 Union House 就是我們的餐廳 有一間IGA 有一間吃壽司 平時英國很香的 一定聞到的 也有唐人 也有Bubble Tea 所以其實在這個Union House 你想吃什麼國家的食品 其實都一定有的 我們眼前 這裡有條小街 這條小街 其實就是Teen Alley 在這邊 這邊的盡頭 就是Swanston Street 其實我們眼前 這間東西 就是Melbourne Uni的Sport Center 我們現在就這樣看進去 是Melbourne Uni的泳池 讓我走兩步 讓你們看 這個是Melbourne Uni的泳池 後面 就是Melbourne Uni的大操場 這個Sport Center 有健身 可以打羽毛球 可以打Scorch 還有打籃球 這個就是Melbourne Uni的Sport Center 前面會有個健身 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Melbourne Uni的健身 看不看到 它的健身房間不是很大 是很小小的 平時這裡樓上 就是有很多人打完木球 其實這個場面都不錯 這一堆是什麼呢 Trinity College Janet Clark Hall Almond College St Hilda's College Queen's College 這一堆其實就是Melbourne Uni真真正正正的宿舍 這條路是我以前讀Foundation的時候一定要走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一走過去 就是Trinity Building Trinity 我們以前在那裡讀Foundation 就是我們現在 講的這一棟 它上面的頭像 其實是Trinity的每一個殿 就是他們的院長 外國人比較喜歡 把他們的紀念 變成一些頭像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 放在上面去紀念他們 這就是Trinity Building 如果你是我的年代 或者香港拿學生 你們都不會不認識Trinity 這邊就是Melbourne Uni的大操場 有Basketball 也有Soccer 你看回頭 這邊就是Melbourne Uni的Sport Compact 這裡走過去 後面就會是Royal Parade 這個就是Trinity College 現在有學生在裡面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這裡是Union House的正門 即是我們的Cantain的正門 在Union House的另外這一邊 這間School of Design就有型 它前面這棟建築 是一個故事很香的建築 但是它後面 是一棟全新的建築 這個是Melbourne的特色 它要保育 它就要把前面的樓起 然後留著前面 但是後面 它會全部更新 翻新過了 所以是School of Design 很漂亮的 上了報紙 如果你們有機會來到Melbourne 這棟建築在Open House的時候 它們會開放給我們走進去看 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裡面完全是五星級的設計 你看這裡看進去多漂亮 啊 鐘樓響了 然後你看這個 這裡多漂亮 在後面 剛才你們拍照那裡 你看這裡 這裡拍照也超漂亮的 哇 你看 走進去好像很陰森 很陰森 很陰森 然後再走前兩步 哇 你看那些圖片多漂亮 對呀 這裡很漂亮的 Hello 他們說這裡好像Harry Potter的地方 好 我們來到Wilson Hall Wilson Hall 是我們一班 舊一點 老一點 的人 畢業生 畢業的地方 我們想當天我們是跟學生畢業的 我們是跟學生畢業的 那就是哪一個學生畢業的 那就是哪一個學生畢業的 那就是在Wilson Hall裡面 那就是這個學生畢業的 那就是這個學生畢業的 那我們在旁邊會看到 Wilson Hall另外一個用處 就是我們考試的 OK 那就是這個了 Wilson Hall 我現在有Campus Tour OK 那 我們繞過去看看 它下了窗戶 什麼都看不到 那其實你看看 它的落地玻璃很高 所以其實它的樓底很高 那其實裡面就是一個普通的學校的一號 沒什麼特別 我們現在眼前這個門口 其實是Malvin Uni另外一個 很多人進入的門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入口的盡頭 就是丁丁站 那這個外面是Wilson Street 所以如果你搭完Wilson Street 一系列的電車上來Malvin Uni 你就可以在這個站下車 直接走進來這裡 所以其實大部分都在這個門口 遇到一人回來拍畢業照 好 那我們眼前 這一層就是MEDICAL BUILDING 不過MEDICAL BUILDING 很多科已經搬到新的那個 BUILDING 現在剩下應該是解剖 就是在這個 BUILDING之外 就沒有了 還有這裡後面 還有一個是讀WED 你走出了Main Campus 就看到這一層 我們來到這裡 這個是新的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UILDING 以前不是這裡的 現在是MEDICAL BUILDING的人 叫做THE SPORT THE SPORT BUILDING 以前 MEDICAL BUILDING不叫做BUSINESS AND ECONOMICS 做BUSINESS AND ECONOMICS 我們以前叫做FACULTY OF COMMERCE 所以我們個個都叫自己是COMERCE STUDENT 我們不會說自己是BUSINESS AND ECONOMICS STUDENT 所以如果大家要讀雙科 10x10都會來這層 BUILDING 這裡也有COMERCE 自己的LIBBRY 如果沒有改名 應該叫做Grebrillin Library 裡面有自己的COMERCE 自己有很多COMERCE journal 比如Halvard Business Review 那些東西 MELBURN UNI一定是全部齊了 大家不用擔心 你會看到斜對面 這裡有一座BUILDING 這座BUILDING 是FACULTY OF LAW 有很多香港人聚集的 並不是因為很多香港人讀LINE 當然也有很多很厲害的香港學生讀LINE 但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聚集呢 是因為這座BUILDING 裡面有個LIBBRY 我們就叫它做LINE 很漂亮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它有三四層樓 LINE 所以你進去之後 全部都是落地玻璃 很光亮 然後很開陽 所以很多香港學生都喜歡 過來這個LIBBRY 去溫習 聊天 做project 所以LIBBRY 是十分之多香港人聚腳的 這裡是在LIBBRY 外面有一個地區 這個地區 其實很多學生 平時都會坐在這裡 例如吃飯 是一個很舒服的 我們拍一拍正面的LINE LINE 經常都叫做LINE LINE LINE 它有兩個門口 中間 現在關了那裡 其實是咖啡店 LINE 很多都去這個咖啡店 又或者另外一邊 有一間很出名 叫做7-seat咖啡店 你見到開始 有些 student accommodation 是外面的財團開的 比如Uni Lodge Aero Height 但裡面很小 很小 可能一間屋子 不得百多二百尺 但它很貴的 你看它的房間 小小 308元 一個星期 我們現在走到 Melbourne Business School 我認知 它不是完全屬於 Melbourne Uni 以前是跟一些財團 跟一些財團合作 開了這個Melbourne Business School 那時候他們是專門出MBA 最近也有聽到一些 在讀的學生說 如果你是Master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你也會在Melbourne Business School 這個就是Melbourne Business School 它的全球排名 由2019年在Financial Times 排61 但因為醜聞的緣故 在2020年 它跌了去80 但總之是這樣 它在澳洲 仍然是No.1的Business School 和No.1的MBA 這邊 新桌子這邊 給你們看 是Melbourne Business School 看出去 有Law Building 有The Sport 然後中間的大草坪 你看到最盡頭那邊 就是Melbourne Uni的主桌 就是這些比較舊的建築 但其實這樣看出去 真的很美很舒服 上車去Swanston Street看看 有個朋友說 你回去Melbourne Uni 你一定要拍KFC KFC是靈魂來的 我被他笑死了 這個是Sidney Meyer Center 下面還有一間大座 由我們那時候 四五百人的市場 都要在這裏上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 在Swanston Street 很大很大的廁所 不過是一個很多人 都會在這下車的廁所 你看到其實他沿著很多路 很多的入口可以進去Melbourne Uni 其實說Melbourne Uni 都是澳洲Top3的大學 他的學科 譬如讀醫 讀瘦醫 讀牙醫 讀法 其實各方面都很好 但譬如Commerce 其實他沒有Monash那麼厲害 這邊你會看到 就是那堆宿舍 我都趁這個機會說一下 怎樣可以住到Melbourne Uni的宿舍 那首要條件 他是Inter-State Student Inter-State的澳洲Student 即是說 譬如他住在Bisbon 帶他來Melbourne Uni讀書 那他們就會優先 可以申請到這些 正式的Melbourne Uni的宿舍 但是留學生 你們要怎樣申請呢 現在他們說都申請到的 那今天就和大家走完Melbourne Uni一個圈了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 給點鼓勵我們 希望你們Like 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個Bel 這樣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拜拜